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来到TKT Channel 我是主持人TK 又是一个礼拜时间过去 在台湾上个礼拜仍然是顶心黑油的这个事件 有一些后续的发展 现在统一企业统一食品 他们也宣布重枪 也受到影响 所以台湾现在人心惶惶 明心惶惶 食心惶惶 大家都不晓得吃什么才是健康 吃什么才是安全 都觉得这种东西吃下去 吃了这么多年 真的是心里多么难过 多么哦 吃的都是一些其他国家不要的油 或者说是一个感觉上非常脏的油 吃起来真的是不好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说台湾另外有一种媒体文化的一种习惯 就是时常我们在比较两家不同的面包店 两家不同的小吃店 两家不同的咖啡店 两家不同的奶茶店 A家比B家贵五块贵十块 你这个A家肯定就是无良商人 你的东西为什么卖得比别人贵 你就是要多坑小老百姓的钱 那另外那家比较便宜的那一家 那就是小老百姓的最爱 这就是让小老百姓能够有小确幸 你这个是老实的一个商家 你少赚钱 让更多的老百姓 更多的人可以品尝到你的好东西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电视不断的渲染 不断的播导 大家要怎么样去比较 电影院里面的东西 为什么会比7-11的贵 那电影院你这就是无良电影院 7-11就卖五块 你电影院卖十块 每每都看到这种状况 我就觉得说台湾的价值观 就永远是以这五块十块 或者说哪边便宜就是好的 这种状况就是这样的好的一种报道吗 大家都永远是要以同样的价钱 同样的便宜来追求最好的一种商业品德吗 我觉得这种状况其实不太好 我自己个人觉得是说应该让他们有差异性 他们愿意用坚持一些成本 有些厂商愿意坚持一些成本 坚持品质 坚持用真正的健康的一些食材的时候 他们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 而这种比较高的成本 也许应该要让大家愿意有负担的人 愿意出来负担的人愿意负担 而你电视也不需要矫枉过正的老师报道说 便宜就是好 差五块 差十块 就是无良 我觉得这种报道 我觉得在台湾是真的是有点泛滥 很多人就觉得说 当然比较起来 也许差五块 十块 也许不多 可是我累计下来也是不少 的确没错 可是假如长此以往 你要让台湾怎么样能够有良心的企业 愿意提高高品质企业 在这个台湾的生存下去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 这也是在我们谈论顶新事件之后 为什么它会在台湾 有这么样蓬勃的发展 也就是因为太多人觉得说价钱就是一切 品质 没人看得到 吃得到 除非你真的是事情爆发以后 再来解决就可以了 这也是 我觉得这也是从媒体来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说媒体也要负多少的一些责任 好 回到节目的第一段重点 就是再来谈谈林书豪 林书豪呢 在今年的球技 正式球技要展开前 打了机场的这个precision game 基本上打的我觉得还算是中规中矩 算是 虎人队 一哥这个Coby Bryant之外呢 等于是一个球队的另外一大支柱 可以目前看来 本来在球队的这个先发的阵容呢 所谓的控球后卫 会是Steve Nash 就是Steve Nash呢 在前两天呢 就正式宣布他这一球季又报销了 因为他的背伤 不允许他再上场了 也无法再上场了 所以他这一季无法上场 所以呢 先发的控位马上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 胡人队教练Baron Scott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他所有问题中第一个大问题 那目前呢 其实台湾很多媒体就说 林书豪机会大增 这个Steve Nash呢 下去之后呢 林书豪马上变成先发控位的机会大增 可是Baron Scott在最近的一个谈话是说 他觉得31岁的这个price 基本上是比较适合打这个先发控位的角色 而林书豪呢 他可能是要带领这个bench的人员做第二队的这个 灵魂人物 他也是说 在访问中 这个Baron Scott他说 林书豪在前一阵子因为脚受伤 脚踝扭伤 有机场不能上 但是他现在状况已经好转了 健康情形也恢复得很好 I really don't have any concern about him 当我听到这句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就表示说 他心里面还是之前有concern的 concern到底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 还是他的表现状况 因为我们时常看到林书豪在火箭队的时候 他被火箭队的教练 等于说从先发调到后背 让那个Beverly来做先发 因为他的防守能力比较强 就来到胡人队之后 Baron Scott好像也是觉得说 这个他们31岁的老将 这个Price他的防守比较有利 而林书豪的防守相对于是比较薄弱一点 所以感觉上好像又要把这个 林书豪摆在 等于说是bench的这个控球角色 我是觉得说 在林书豪呢 他好像有一种现象 就是说 假如说他在某一个球队 而NBA的球队 这个NBA球队的前面的几个先发空位 假如排在他前面的话 通常下场都不是很好 在那个纽约队的时候 他在林来风之前 也是因为他前面的几个先发空位 通通受伤 所以才轮得到他上场 打了一场这个惊天动地的一场球 把球队的士气整个带起来 也创造了林来风 所以呢 在他前面的先发呢 就是不是受伤 就是离开 结果到了火箭队呢 当然当然先发球员呢 在后来被调到板凳之后 先发的Beverly也受伤 受伤之后 也受了伤了一段时间 也让林书豪也成为球队的先发 而到了胡人队 我们再来看 本来的先发球员Steve Nash 还没开始 真正的球技在preseason 就打了一下下 就又受伤 然后整季报销 那在这个Steve Nash 报销之后呢 这个胡人队派上这个Price 做他们的先发空位 在第一场这个Price 先发的这个球赛当中呢 preseason球赛当中 不到几分钟 马上又受伤 又吸受伤 结果时候又把林书豪派上来 所以我总觉得说 林书豪也许真的是 他的八字很硬 他的球运很好 他在上场的时间 也许不是那么多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说 他坐在板凳上的时候 你的先发后卫 你一定要够重的精良 要不然呢 这个坐在那边 坐当先发的位置的时候 受伤的机会 其实蛮高的 好 这是题外话 总归而言 林书豪从这个火箭队 离开火箭队 到了胡人队之后 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 因为毕竟胡人队 是在东岸 西岸非常大的一个球队市场 有许多的华人支持他 也有许多他家乡的球迷支持他 而这个 这一年呢 我们知道Kobe Bryant 他年纪也大了 他已经不是 可以在球场上 Dominate 整场比赛的一个球星了 他只是说 在球场上 他能够得上20分 也许平均可以得到20分 但是呢 这20分呢 也是勉勉强强 能够拿到 打一些弱队 能够达到的分数 在球队 在球场上 并不能够呼风 呼风唤雨 也不能够 操控比赛 所以呢 这时候林淑浩 他有很多的机会 也有很大的机会 能够成为球队的重心 那另外呢 Steve Nash 整季报销之后 控球后卫 是这个短缺的 所以这个 Baron Scott 他也考虑想要在网络 另外一名控球后卫 那这状况的发展 可能要等到说 球季开始之后 Price跟这个林淑浩 他们两个的上场的表现 再做决定 而另外要提的 就是说 在胡人队呢 有一个新的组合 是很让人拭目以待 也很让在Precision 也得到大家的眼睛一亮 也就是所谓的LED LED呢 就是Jerryman Lin 跟这个A Davies 这两个人的组合呢 是在Precision中间 让人家火红 眼睛一亮 怎么样眼睛一亮呢 他们打的这个Pick and Row呢 其实打得非常的这个 不错 在季前赛当中呢 这个A Davies呢 他在篮下的命中率 高达7成5 等于说是百发百中 在NBA的直篮上 这种命中率 其实非常高 他在机场 跟林淑浩的配合当中 因为这个A Davies呢 也是属于这个 NBA上的算是议员 有经验的球员 而他能够很积极的 跑位的时候 在林淑浩在篮下穿梭的时候 他能够适时的补进去 让林淑浩能够把球传给他 制造高低档的这种 进球方式呢 是在林淑浩之前 在纽约的时候 跟那个Tyson Chandler的配合 好像有重新再现的感觉 而这种搭档的这种配合呢 对两个人都是 是如鱼得水的一种帮忙 就是说对A Davies来讲 他需要一个人 能够把球带进去 让他补 然后他能够很轻松的 在篮下取分 这是他很乐于做的事情 而他也很愿意 积极的去跑位 因为这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contract year 那同样的对林淑浩来讲 他更是需要 这样的一个补助 因为我们时常看到 林淑浩在切入进去之后 假如没有人进去 support他的话 就像那时候在火箭队 很多时候 他就往往就是 绕一圈又再跑出来 绕一圈又再跑出来 基本上 左晃右晃 左晃右晃 基本上传不出球 传出球之后 也很容易turn over 这是我们时常看到的一种 在林淑浩在篮下 出离球的时候的一种问题 所以呢 今天有这个 Ed Davis这种出现呢 对球队其实是好的 对林淑浩 对Ed Davis来说 也是非常好的 他们两个也很珍惜这种机会 林淑浩在场上 他自己能够投篮 自己能够往前去drive 但是drive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人 能够配合他进去 打这个pick and roll 这样人家防守的球员 才能够被拉开来 让林淑浩有进攻的空间 也让Ed Davis有轻松供篮的机会 那另外呢 胡仁队另外有一个 新的一个新秀球员 非常年轻的一个球员 他呢 个子很大 是打power forward 那打起来呢 有时候觉得有点像 在火箭队的那个 Taren Jones 打起来 似乎有点过于毒 有点过于莽撞 但是看起来好像 林淑浩对他的控制 是比较 或者说 不要说控制 对他的这种 作战的战术的管理 比较管理不到 有时候他就自己干了 单干户 那他也是为了他的表现 这种年轻的球星呢 今天有上NBA的机会 他就要好好表现 要想要为了以后的合同 能够 能够争取最大的机会 那林淑浩今天到了 胡仁 是最后一年 高薪资的一年 那明年就成为自由球员 这一年的表现 是不是能够让胡仁队满意 是他明年签约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而能不能让胡仁满意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只要他能够健健康康 打完这一个球技 不论如何 他的成绩不会太差 我觉得估计来讲 应该至少就有 十几分的平均得分 而加尼有这种成绩 在NBA来讲 应该是属于 有价值的球员 至于价值 会不会他现在的价值 那么高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想 林淑浩在NBA的球场上 在NBA的这个市场里面 他有他的一席之地了 这是已经可以肯定 只希望他能够打得更好 让华人界能够更 我觉得以华人之光 来称呼他 也希望他在胡仁的这一年 能够好好表现 下个礼拜开始 NBA球赛真正展开 而第一天的这个比赛里面 就有胡仁队 对火箭队 希望林淑浩能够加油 让这个火箭队 在第一天的比赛 第一场的比赛里面 就被下马威一下 好 这是我们今天谈到 林淑浩跟NBA的一些 球赛的一些想法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好 今天音乐老师阿坤 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 是由徐美静所主唱的 《城里的月光》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每次听完之后感触都很深 听得也蛮感动的 所以今天带来 跟大家一起欣赏 谢谢 《城里的月光》 制作人们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 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时间万千的变换 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 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的心房 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守护他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 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时间万千的变换 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请温暖的心房 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请温暖的心房 请守护他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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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 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守护他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若有一天能重逢 若有一天能重逢 若 matteям 若一 Lew 若有一天能重逢 若一天可以重逢 若一身旁 若一眼 entry 大家聊一聊最近在台湾在上海两地呢 都有举办的所谓的简单生活节 而简单生活节是什么呢 基本上它是有一个等于是像是文艺青年 他们有些是歌手 有些是一些文艺创作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等于说是聚集在一个地方 能够发表一下发表一些他们的一些产品 他们的宗旨是什么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基本上他们是觉得说 现在的世界生活上非常的繁琐 非常的复杂 世界上大家生活的脚步非常的纷乱 而大家呢觉得这个世界上 年轻人呢 他们有很多地方想要找出他们的一个 能够出路能够发表他们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的一种想法 他们觉得生活是可以简单的 能够他们的方法 他们的目标也是很简单的 他们的目标就是说 他们想要做一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呢 就是能够发挥年轻人的创意 然后呢利用这些创意呢 来造福整个社会 让这个社会更有正面的一种能量 所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理想 而在我们之前呢 我平常我们大家听到所谓的简单生活节 我们觉得说他进去看他们的一些东西 很多是一些小一些年轻人 或者说是一些中年以下的一些人 年纪的一些人呢 他们的一些创作的一些展品 不论是在文艺上 不论是在一些生活上 使用上 衣服上 这些小东西的一些设计 甚至一些服饰装饰品的这些设计上 他们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简单的想法 我一般以为简单生活节 就是说让生活怎么样能够简单 而看到他们这些展品 我觉得说 好像这并不是让人家感觉生活简单 都是让你的生活会多了一些 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小东西 这样怎么会让生活简单呢 因为他们做的一些东西 展的一些东西 很多可能都不是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 而是让生活感觉比较多样化 或者说一些小小趣味化的一些东西 所以感觉上跟简单生活节 这个几个字的连结呢 无法有深刻的联系 后来看了他们的一些 就是等于说是一些 他们的一些宣传 或者一些他们的背景的一些介绍 才了解 他们的所谓的简单生活 并不是说 让你买的人能够有个简单的生活 而是说 他们的生活的目的 只是在于说 能够创造一个简单的一个环境 让大家只是要 做一些东西出来 让整个社会有创意的东西 能够发挥出来 让这些东西能够 有它的意义存在 这是简单生活的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宗旨 也针对这些宗旨呢 我知道今天年轻人 他们就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想法呀 做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 看起来非常简洁 非常可爱 非常有年轻人的那种感觉 而能够唱 能够表演歌曲的这些歌手呢 他们也愿意唱出他们的一些歌 唱出他们自己所做的 或者自己 很有兴趣发表 给这些人听的一些歌 不论是非常有名的 或者是 不是那么有名的一些歌手 都能够利用这种时候呢 能够在这种集会的这种场合呢 能够发表他们的一些作品 那还有一些文艺青年 他们可以喜欢 等于说是一些画画上的创作 也可以在这边展出 那在上海呢 是等于是在第一次 这个简单生活节呢 到一道大陆 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 当然呢 也吸引了非常多的人 在上海这几天的表演呢 也吸引了非常多的人 他们呢 也在这个演场 就是说 等于说是 这个音乐表演之外呢 他们也邀请了 许多的这个嘉宾 来分享他们所谓的书房单元 他们总共请了 所谓六组的重量级的一些嘉宾 包括作家金宇成 还有他的知名的文化评论家 梁文道是一组 那另外呢 简单生活节的创始人张培人 和建筑大师张勇是一组 那作家张大春呢 和他的好朋友 舌尖上的中国的策划 沈飞 沈鸿飞呢 是一组 另外呢 我们知道 好久不见的这个 演艺圈的大姐张爱嘉 以及李宗盛 尔东强 这些人都会对谈 还有最后 还有加上姚明跟蔡康勇 这些人的对谈 都是他们要分享 他们的一些人生的故事 等于说 在这个上海音乐 简单生活节呢 除了有音乐人 非常多的音乐人 发表他们的一些音乐的一些作品 还有一些艺文人士 发表他们的艺文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 艺术上的一些创作的一些产品之外 还邀请了许多的这个 等于说文艺界的一些人士 我们知道有些不见得年纪很轻 但是文艺界的人士 谈谈他们生活的一些想法 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人生的一些故事 所以这整个用起来之后呢 这个上海的这个简单生活节呢 其实吸引了许多的上海内地的一些人去参观 感受一下所谓台湾人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节目 像是一种节日的一种庆典的一种活动呢 怎么样带到大陆去 让大陆的年轻人也能够引起他们的回想 感觉说这是两岸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 其实我们知道人不论在不论是中国人台湾人 其实呢不要讲说政治的立场来讲 这个艺术文化是无国界的 你的音乐是无国界的 只要是好的东西 两边能够交流 有时候可以创造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像今天在上海金乐节也有两岸不同的音乐歌手 来发表他们的作品 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切磋 一种很好的一种锻炼出火花的一种方式 唯有扩大自己的视野 唯有扩大自己的格局 让自己能够跟世界上接轨 你这东西才能够变大变好 变得更精致 更有它的世界级的那种水准 这也是说在文艺 艺文方面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踏出是很好的一步 而相对的假如说你是固步自封 什么东西都尽量往内说 尽量保护自己 尽量不要跨出去 你的东西会越做越来越小 而你的水准绝对是无法跟上世界的脚步 往前去走的 这是今天想要介绍一下 上海简单生活节 第一次将台湾的一种活动带到 文艺活动带到大陆去的一种分享 好 我们谈完了上海的简单生活节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一谈 有一本书叫做 史丹佛给你读得懂的经济学 作者叫做Timothy Taylor 这是由上周出版的一本书 Timothy Taylor是毕业于Stanford大学的经济研究所 现在是美国经济展望杂志的常务编委 这本书是1987年 是由美国经济协会所出版 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第一个chapter 经济学家通常不会让人家愉快 优秀的一个Stanford大学的医疗经济学家 Victor Fox 他曾经说 有些人是在睡着的时候会说梦话 经济学家却是在别人睡着的时候说话 根据经验来说 人们卖弄经济原理的只有50%的几率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你不懂任何经济学常识或知识 就无法反驳这50%的问题 你平常听到人家在谈的时候 就只能点点头或者是松松肩 就像一个英国女经济学家所说 研究经济学的理由 就是为了避免被经济学家骗 你实际上需要懂多少经济学 你才可以参与社交或专业的一些谈话呢 说出来包你吓一跳 赫伯特斯坦 以美国政府经济学家的身份 担任多种职务打50年 他曾经说过 对公共政策 做出建议的经济学 大多数只用到大学的入学的课程的程度 你不必具备哈佛或史丹佛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的资格 还是可以在大部分的日常经济讨论中坚持看法 而你只需要搞懂经济学家的思考模式就可以了 这经济学家有三个基础的问题 我们平常看到的就是说 第一 社会应该生产什么 第二 应该如何生产 第三 就是谁来消费这些所生产的东西 这三个问题呢 是每种经济制度乃至于每个社会的基础 不论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或是极端的共产主义 不论你是低收入 中等收入 或者高收入的社会 我们寻找问题的可能答案的时候 就沿着一条光谱来思考 这是有帮助的 在光谱的一端呢 是政府完全管制 政府机关决定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 谁来消费 在光谱的另一端呢 你可以想象有一个社会 是由个人来决定这三个问题的所有答案 当然呢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只有极少数的社会 是处于这两个极端 在政府管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大辩论 长久以来呢 总是把光谱的另一端的人 当作傻瓜或怪物 但现代的经济学家承认 每个市场都有它的优点 也承认在某些状况下 市场运作也会失灵 政府也许有能力 可以做一些 服国服民的一些措施 现代经济学家也会承认 有些时候政府的干预 会影响了市场的运作 我们知道 经济学呢 并不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 常常有人抱怨说 经济学家无法指出 经济衰退 何时将开始 何时将结束 或股市何时将上涨 何时或下跌 的确 经济学家不是酸民师 无法预测 可能会影响经济体的消费 或生产的每项因素 所以我们说 学经济学 是看一个大架构 看一个大格局 并不是来预测 未来的股市 或是未来的一些 市场的运作 我们时将看到 在报纸新闻杂志中 有许多的消息 比方说 我们看到说 全粮取核 你关心 毕竟你关心的是 企业方 还是人民方 经济学家看到的格局 比较大 你若要向企业来征税 这是我们平常看到 大家老百姓 时常希望说 要向企业征税 不要向老百姓征税 当企业要征税的时候 企业要如何筹资 它有几种方法 它可以提高 卖给消费者的产品价格 可以大看高阶主管的奖金 也可以消减股东的鼓励 而这些方法都意味着 其实某些人口袋里的钱 将会变少 我要说的不是 应该像不像企业征税 而是关于企业征税的 任何敏感话题 都应该聚焦于 实际上哪些人 来最后付这张支票 来付这笔税款 而不只是企业 企业只是一个代名词 只是一个象征 而真正付钱 还是下面的一些 一些相关的人 同样的 当媒体报道经济议题的时候 他们大多用人 来开始说故事 也许是致民 也许是村交 这种手法在新闻上 等于叫做 在新闻里放了一张脸 它是一种有效的 新闻学作 但是令经济学家 好奇的却是 当在这些致民 或村交的人的背后 是有一些其他的人 却以不同的方式 受到同一个议题的影响 诚如经济学家所说 去文意识并非资料 很多经济 都有它取舍 都有一个特色 它能帮助某些人 却同时也伤害了 某些人 经济学家关心的是 根据统计受到伤害 或帮助所有的人 而不只是新闻报道里的 几张脸孔 所以我是觉得说 在目前 这个书介绍到这里 我觉得 谈一下我是说 感觉上经济学家 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当你做任何一项东西 测试的时候 它能够帮助一些人 也能够伤害了一些人 我想很难找到一个 失圈失美 一个措施 一个行为 一个举动 或者一个施政 能够让所有人 没有人 会受到伤害的一种方法 在这种状况下 大家必须全量取核 何者为德多 何者为师多 何者能够造就 比较大多数的人 何者能够伤害较少数的人 这样的失证 而但是呢 在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民主社会 这两种讨论 往往是一个 无法达到平衡点的 一种讨论 这也是说 往往你在 这个平谱的这一端 觉得另一端是一个 完全不可接受的 一种想法的时候 这就会出现 抗争的状况 而事实上 抗争并不能解决问题 真正解决的问题是说 让平谱光环两边的人 能够在中间点 达到一个平衡 达到一个妥协 最后能够达到出 一个做好的方法 这是我们想 不论在争执上 在经济上 都应该要有 这样的一个态度 好 今天呢 我们的故事 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继续 谢谢大家的收听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